A2聊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伯恩帝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也是 將軍休息室 好 我們世紀帝國最近大大小小的比賽又在開辦了 那這一次的比賽名稱相當有趣 將軍休息室 或是諸侯等候室 或是軍閥休息室 有一些怪怪的名稱都出來 那這個名稱呢 我覺得 翻譯的情況有所不同 那我是選了一個比較 大家比較好懂的一點的講法 將軍休息室 那當然大家要怎麼講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個賽事 這個賽事是九人開局的賽事 所以村民一開始就會很多 配置來說的話也是一開始是先拉八個人 先趕快去把這個肉採集起來 三個人去拔木的一個狀況 那搭上的話開局就可以吃 那這張地圖是掏金草 掏金草的部分它這個是凹陷跟高處版本的 凹陷跟高處版不是完全凹陷版本的 那中間有很多黃金 那一樣就是要控圖 去把這個黃金控下來才可以拿到遊戲的勝利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在一些比賽裡面 即使沒有把這個中間大量黃金控下來 也有逆轉的可能性 所以也不是說中間沒有搶到就輸了 這還是要看每個人的打法不同而決定 那目前來看到伯恩帝人 他這個文明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像是黑暗時代就可以點義農銀幕 封建時代可以點惡農惡木 經濟的加成是非常快的 那他這個經濟科技有這個減免消耗 所以你去點這個義農銀幕的時候 也不會消耗太多的資源 讓你可以順順的打開自己的伯恩帝的經濟優勢的局面 那伯恩帝人他的馬舊科技單位是相當便宜 直接半價 遊俠的升級也是半價 重裝騎士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 非常強大 但他有小小nerf一下下 他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伯恩帝人的遊俠到最後只能到160滴血 那伯恩帝人的火槍跟火炮 傷害還有增加25%攻擊加成 所以到了後期轉火槍問題也不是太大 那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他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建造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不管你要蓋什麼都很快 那西班牙人的火器呢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兵工廠的研發是不需要耗費黃金的 非常的便宜 而且西班牙人每研發一個科技都可以獲得20黃金 不管你是疊一級龍、一級木或是織布技術 都可以獲得20黃金 那這個效果讓他打西班牙人 打這個三棒棒開球或二棒棒出門騷擾 是有一個不錯的流程在的 你就不用再去特別多挖黃金 因為你研發科技就可以獲得20黃金 那這個能力讓他打這個裝甲步兵 其實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但這一招最近比較少人用的 前一段時間很多玩西班牙人的職業選手們 很喜歡玩這個三裝甲 但最近越來越少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選手是分別為塔套和Viper 塔套的話也是GL戰隊的 Viper也是喔 兩個是隊友型的 他們這次比賽裡面相互遇到了 那稍微介紹一下塔套這位玩家 他之前在Viper的休息期間中 有拿過一次世界冠軍等級 但Viper回來之後 他又有點難拿到世界冠軍了 而且現在又有HERA這位玩家 兩位世界冠軍的選手 基本上他跟YO 他塔套跟YO 是我心目中的第三名跟第四名 那他們有點 有點是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相同名次的 就是前三前四都是他們兩個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 也算是可以像 像在看世界冠軍賽的感覺一樣 塔套VS Viper 兩個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 這個實力玩家喔 互相對打 好那西班牙人的後期 主要也可以打這個老頭 老頭的這個傳教師呢 招翔速度很快喔 但他的傳教師呢 招翔射程的距離 是手短一點點喔 但是招翔速度更快一點喔 所以Viper後期也可以考慮玩 招翔路線喔 但招翔路線的話很吃手術喔 所以也不確定 Viper後期會怎麼打 那我們先招 先來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建時代 那目前看到兩邊的P數 都是打一個 執層的打法喔 看起來是喔 26P點封建時代 那個P數沒有想像中的 還慢了一點喔 可能是因為 九人開局的關係喔 遊戲時間才八分鐘喔 就點下封建了 那這樣子的話 之前確實會少一點點 他們可能是有特別練過這個配置的 雖然我是覺得好像 好像直接打個25P也可以 26P是不是多了一P的感覺 但兩邊都是多一P喔 所以就不確定是什麼原因了喔 要讓他們選擇26P這個打法 好 看資源點喔 資源量其實是非常充足的 點這個一農一木都可以點喔 木頭不太夠 OK 肉有點爆量 OK 這時候西班牙點下一木 那不關定了 哪時候會點二木呢 點到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就可以點這個二級伐木了 還有二級農田 這個就是他升級二農二木的一個好時間喔 當然你也會看到什麼打封建時代啊 速出弱馬去騷擾 然後去點二級伐木的這個伯伯地玩家 我是覺得有點奇葩 但 因為你都已經要打壞工了 你還去點二級伐木 就其實有點讓你的 潛壓的這個 軍事能力喔 會有點下降一些喔 所以 這個 惡農惡木到底要怎麼點喔 其實是一門學問喔 那通常最好的點法 還是在點城堡時代之後 研發的時間點 就會先點下二農惡木 或者有一些這個 二農惡木的一個優先升級的時間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這是我個人感想喔 當然大家也可以不用認同 沒有關係喔 好 那目前看到西班牙人 這邊是點下了3TC開農 哇 3TC開農也很快 OK 兩邊都是3TC 那伯根地這邊也是選擇了一個修道院起手室喔 那Riper這邊呢 應該也要很快補下一個修道院 那這邊農田老師 又現在補下第二輪農田了 因為他太搭配3TC會斷肉的問題喔 好 伯根地這邊有點卡人口 尷尬 卡了一點人口 大概損失快要一村 那目前臭命差距是33村打35村 臭命差距有點被打出來了 因為剛剛 TCDelay了 大概比白盆慢了10秒鐘喔 好 那輪軸技術補下 兩邊都是基本上 都是大概34匹左右點下這個 輪軸技術的喔 兩邊的一個經濟細節喔 都控制得很好 要成為世界冠軍喔 這個經濟操控的細節喔 都要去注意的喔 像HERA最近喔 他以前都沒有辦法拿成為世界冠軍的原因喔 就是他經濟控的不是很好 但他現在的這個打法喔 已經變得跟以前 以往不一樣了 不再是 永遠都是強軍士喔 他已經也是 開始注重經濟型的玩法了 所以世紀帝國喔 就是一個細節累積的一個遊戲喔 當然你要打強軍士 一直往上爬也是可以 但 往往往還是會遇到一些 這個瓶頸在喔 因為通常啊 人家防守的這個防守成本喔 比你進攻成本還要低喔 在真實世界中也是喔 防守成本優於這個進攻成本 進攻成本是需要十倍的戰力喔 在現實世界中 那在遊戲裡喔 可能兩三倍喔 就是已經滿頂端的喔 這個老頭差點被砍死 結果老頭拉 最後還是招翔到了 OK Viper這邊招翔到一隻弱馬 中間還蓋了一個城堡 後方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堂中心 4TC開農 紅鐵慢慢轉的出來 這邊還偷偷打獵喔 去吃野味 左邊還補下了一個新的彩石營地 這邊博棍地的馬上新裝病喔 已經轉的出來 好 博棍地這裡也點下了馬鎧技術 但是Viper家裡毫無防備 還拉了一坨獅子阿 來這邊開Party 三頭獅子還在追 博棍地的馬上新裝病 好追的很開心喔 這三隻獅子 要去拔他的中毛嗎 還在追 這獅子被射死了一隻 OK獅子終於搞定了 好 那目前看到西班牙人 這邊是轉出了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 只要三隻單位 全部子彈都命中一隻村民的話 就可以馬上秒殺一隻村民 傷害非常高 但我會比較建議四到五隻喔 再出去的話 可以更確實極少 一發一隻喔 讓自己的操作效果 不會大打折扣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讓對方的騎兵沒有打過去 剩下一下 唉唷這裡面有圍石 收村 收村收掉 OK那現在有馬上 這個火槍了 西班牙征服者 目前博棍地 這邊就會有點難打囉 好這個老頭應該是跑不掉 但是有招牆到一隻 其實不虧 好殘血的拉走 好 好 那目前村民術來說呢 是博棍地人這邊領先 Viper 西班牙人 這邊六村的村民 目前看到 博棍地人已經要點下了帝王時代 經濟時代 實在是很好 但是 Viper這邊也是不遑多浪 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兩邊的時代升級 並不會差距太遠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關鍵的帝王時代 兩邊城堡時代 都是小打小鬧 專心開龍的路線 決戰還是要來到帝王時代 右邊兩個老頭 有機會早想到 但是沒有辦法 差一點 上方這邊只用防止為死 挖石頭的村民 Viper的防守速度也是很快的 好 這裡分個兩隊 打得不錯 但Viper這邊反應還是很猛啊 我馬上又拉了一些 村民直接進駐城鎮中心防守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被打 但左邊這裡是吸引Viper的本隊火槍 好 趕快拉一些火槍回救一下 好 家裡補下第二個 西班牙征服者 博文帝人這邊開始升級了 戰毛病的升級 但目前還好 博文帝人這裡還有一塊黃金可以偷挖 這邊黃金沒有繼續空下 有點可惜 但他可能是想要先把門面給顧好 這兩個城堡把門面顧好之後 可以往右邊發展也OK 或是直接直擊這個位置 插一根城堡在這裡 把Viper的城鎮中心給拔起來 順便偷他這邊右側的黃金 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這個套金草要防守的位置 其實蠻多的 兩根城堡 中間還有工程器製造所 其實防守城堡的區域位置 並沒有像以前的套金草這麼猛 以前的套金草是只要一根城堡 就可以守到87%的面積了 但現在的套金草 就是比較平衡一點 還是有些地方 是不能靠一根城堡完全守下來 目前看到西班牙人點下了化學升級 還有增兵技術 這邊西班牙人可以多挖點黃金 可以開始慢慢轉遊俠 西班牙人後期有遊俠是非常強大的 火槍只是輔助 主要轉遊俠的話 還是比較能一擊必殺 西班牙人這個文明也是相當特別 他的垃圾兵的路線都是全滿的 戰毛兵滿的 槍兵也是滿的 肉馬也是滿的 但是就是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但有三攻三防的話 通常可以因應各種情況 就這根城堡 一概沒有蓋起來也沒有取消 直接損失650石頭 打到這邊石頭消耗 被消耗掉有點快 三巨頭架起來 直接拆了一根新的城堡 趕快回來修一下 但是目前看起來 這三台巨頭有高地優勢 打的下都是400多滴血 目前塔套已經轉出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這場兵要來打西陣是非常方便的 後面也有少量的青裝兵 所以到處騷擾 這邊騷擾還是有殺到一些 西班牙這邊的村民 西班牙這邊直接上前集火 打掉了火炮 火炮直接被槍斃 直接死去了 好村民趕快拉一下 跑一下跑一下 後方的火炮繼續輸出 但不太敢往前 火炮繼續輸出 這裡趕快拉村民來補一下這個 火炮的血量 血量有點殘 好這邊三台火炮可以往前 直接 開砸這個巨頭 先把這個巨頭拿下來比較重要 後面還有一台火炮直接先點掉 好西班牙這邊又再次點掉了 博文帝的火炮 火關帝的巨頭可能要被火炮解掉了 再一發 有機會嗎 哇被修回來 再打 OK 終於拆掉了 OK Viper這邊只剩下兩台巨頭 剛剛有一台也是被解掉了 好那現在火炮了 這次人來到四台 博文帝人這邊點下弱馬升級 還有三級馬凱 西班牙人這邊工坊完全沒有升 零升 零點工坊 工坊完全沒有升 什麼都沒有 所以西班牙這邊有點慘 所以對方戰鬥兵打非常痛 當然還好他這邊是有點這個品種 顯量是75滴血 OK西班牙人開始升級了 弱馬升級 但博文帝的弱馬已經升了上去 現在是火炮大戰 想要先拆除對方的城堡進行潛壓 這邊這時候也轉出了一些投石車 想來砸正面的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損失慘重 後方的村民過來 直接對著投石車一陣爆打 後方的火槍兵還在努力反擊這些村民 這個村民有機會拿下嗎 敗發很可惜 投石車全部被拿下 劇情投石機血量還有34滴血 這邊戰毛兵一直被往回打 這邊火槍有點衝過頭 數量有點開始在往下掉了 火槍兵數量越來越少 巨頭順利的收掉了 博文帝第二根城堡 博文帝城堡只剩下最後一座了 那如果這邊要再繼續產出馬上清裝兵的話 其實很困難 看要不要轉遊俠出來打架了 沒有城堡的話 馬上清裝兵量產是很困難的 趕快轉遊俠 可能會更好一點 反正升級也是半價 好 那這邊博文帝先點下一攻升級 VIPER這邊的進攻 也是稍微休息了一下 拆了兩根城堡 也是損失非常多的火槍兵 死傷也是非常慘重 那目前VIPER剛剛村民有被騷擾 現在也是補了回來 來到了140村左右 那博文帝人這邊經濟有點猛 151村 150村戰術 那這個戰術是以前比較熱門 最近變成有點修正過後 變成140村 135村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P數也OK 那以前是比較常150村 150村是因為要趕快把這個科技全點滿 但不管怎麼說 這個P數大概還是要因戰況而定 當然你在瘋狂打架的時候 你村民到底有幾村 是比較沒有辦法去決定的事情 因為你一定要趕快把這個軍力給鞏固起來 好 那博文帝人這邊點一下槍兵的升級 決定要轉一些槍兵 作為因應 他可能認為 西班牌的VIPER已經開始點遊俠了 但他這邊點的不是遊俠 而是霸權 霸權點下之後 村民傷害可以高達9攻的傷害 他的血量也會變得非常多 80滴血 防禦的部分也會稍微提升一些 讓村民稍微可以進行作戰 但進行作戰是其次 主要是讓自己的村民不太好擊殺 村民的血量增加一倍 還會增加雙防 讓他被洛馬打的時候 更耐打一些 可以試情況 抱船去扁對方洛馬 這樣待會被燒跑的話 比較沒那麼害怕 好 那目前看到西班牙人這邊是 直接點下三級馬鎧 這裡有三級馬鎧 之後戰毛兵怎麼打 都是會一滴血而已 這邊有五台火炮 可能會被洛馬抓掉 火炮直接被抓掉第一台 還有後面四台還在往後跑 只拿下了一台 還可以了 但是這根城堡可能修不回來 又掉了 哇 伯仁蒂這邊城堡 每蓋一個堡就掉一個堡 對方中間 VIPER的高地巨頭 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好 上方伯仁蒂人 遛了一些肉麻 上去看騷擾 右邊有一隻肉麻 但還沒有彈到手 現在城堡射得有點歪 好 VIPER這邊是18隻火槍 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火炮 會被點掉 還好 剛剛躲掉了 好 繼續往後走 這時候伯仁蒂人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三級共升級 後方四隻肉麻 持續燒了當中 但是你看這個村民喔 已經變得很坦了 砍超久 還沒有砍死一隻 最後沒有收進去 也懶得收了 這就是西班牙霸權的一個好用之處喔 有些觀眾會認為 霸權就是要拿村民 村斗 才會有效果 但是西班牙其實不拿去村斗 單純增加他體質喔 也是相當好用的科技喔 好 直接拉村民進去往前衝 想要去偷火炮 但應該是沒機會 後面的戰毛兵跟槍兵數量很多 上前一點 點掉一台火炮 第二台也沒問題 這個距離夠近 那後方戰防兵太多 這一台是點不掉 OK 稍微拉扯一下 那在拉火槍的時候 很容易會 每一隻西班牙征服者打同一隻 槍兵的問題喔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征服者喔 大概二三十隻喔 就是他的 輸出最大化的巔峰值喔 就是不會太過易傷喔 然後又可以有效打擊對方的遊俠 或是其他單位喔 二三十隻我決定就夠了 因為你還要考慮到他的攻速的問題喔 所以西班牙人後期喔 轉個遊俠或大漏馬喔 都是一個更好的決定喔 當然槍兵也可以喔 當然槍兵的部分喔 是要看伯恩電人有沒有轉遊俠 如果伯恩電人轉遊俠的話喔 西班牙人才會去考慮轉這個 槍兵的升級喔 身為疾兵 好 右方兩台巨頭 直接壓制到了 Viper的後方城鎮中心 目前伯恩電人的黃金只剩下12個人在挖 黃金數量只剩下300塊而已 但伯恩電人這時候才點下 首推車技術阿 哇 這個首推車是不是忘記點了 打到四十二分鐘才記得 但至少還有記得要點吧 好 這裡直接拉村民來扁這些巨頭 好像失誤了 卡到這邊伯恩電人 兩台巨頭可能要送光了 好 看到城堡可能來不及 巨頭爆開 Biper用自己的村民成功抵抗掉了對方的巨頭跟肉馬 這邊部分 沒有騷擾 欸 有少量騷擾 但是已經死光了 好 上方的高地還是持續攻擊當中 火槍繼續到處拍攝 哇 但是這邊開始被槍兵戳到了 Biper這波控制沒有到非常好 因為城堡沒有彈到血 沒有辦法非常急死的擊殺後方這些槍兵的問題 好 這時候Biper已經點下大羅馬的升旗 正面的部分 這個巨頭又要被戳掉了 下方的火炮也是順利拿下Biper的所有的巨型投資機 看起來伯恩電人還是有點虧 自己的巨頭也是全部被收掉 正面想要拖發黃金又被抓包 Biper的後方的七台火炮虎勢丹丹 好 但塔塔這邊開始知道自己黃金不夠多 直接轉出了大羅馬 羅馬 戰矛 垃圾兵全部都點好了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了 除了攻兵比較弱一點以外 西班牙這邊三攻三防的部分呢 是全滿的 而且現在西班牙還有黃金上的優勢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 一定要把一塊黃金給奪下 才有續命的機會 不然就是要打多線喔 一直瘋狂打Biper的家裡喔 但是西班牙優勢霸權的情況下 要騷擾對方家裡是很困難的 哇 這裡的火炮好像要被全部收掉啦 哇 這裡大羅馬全部包掉火炮的部分 Biper的火炮七台直接全部被收掉 損失殘重 1400黃金就這樣沒了 Biper的火炮被全收有點尷尬 大羅馬加上槍兵全部收光光 後方的火箱開始打多線 哇 這些村民直接被追著跑 大羅馬這邊補下了三攻 還有彈道雪的升級 後方魷魚駝大羅馬開始往後衝刺 西班牙這邊點下了圍牆的升級 提升一下城堡的產柱了 目前看到不跟地人這邊是轉出了巨頭跟火炮 並沒有要打消自己工程的意願 但是這邊好像有點太少槍兵的部分 這個火炮跟巨頭很可能會直接被收掉 雖然城堡中心掉了 但火炮也沒了 外面這個巨頭來得及嗎 槍兵過來救一下 OK 守住了 好 這裡一波大羅馬再次往前 那 伯恩帝人這裡其實也不能打革命 有一些觀眾朋友會說 欸伯恩帝這時候快要被滅了 趕快打個革命喔 蓄命一波喔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但通常革命喔 要帶一些火炮之類的 會更好一點 火炮阿巨頭阿 會比較OK 不然這個革命贏下去喔 只有冥冰阿 是很難的 還是要帶一些工程器械 才會打得快一點 好 把一把這邊點一下了長劍兵的升級 步兵開架也是慢慢升級上去 那要來轉劍兵勇士嗎 那劍兵勇士其實這個轉變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人家伯恩帝火槍很強 攻擊17加4 打劍兵勇士傷害很高的 這一轉長劍兵我覺得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決定喔 我覺得遊俠會更優秀一點 但是伯冠地人這邊又在嘗試開始進攻 後方有一台巨頭被拆掉 FIPER這邊開始嘗試把中間城堡修理起來 但是防衛已經全升好了 血量來到了7000多滴血量 那目前只用大洛瑪當上後面的火槍兵 開始繼續射擊 這圖火槍之級殺到了40幾隻的單位 後方打羅馬的問題也已經解除掉了 目前村民處還是VIPER的優勢 121吋對上147吋 村民差距 伯冠地人現在想要打算利用自己的人口 騰控一些出欄 讓自己村民不要太多 然後轉出大量冰種出來 想用人海戰術 當然有機會嗎 伯冠地這邊火槍也是 反擊了希望征不得回去 傷害擊殺了非常多 長劍兵開始出來變成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的二級布兵鎧甲也在提升當中 火槍的部分可能是想用肉馬或是用火炮解決 火槍回頭開射 哇 哇秒殺 火槍打步兵真的太痛了 太痛太痛了 丟一波大肉馬開始往後騷擾 希望可以盡可能騷擾到VIPER這邊的後方經濟 這時候VIPER點下了草藥治療 想來補一下這裡的火槍血量 火槍血量真的是蠻慘的 火炮再次轉了出來開始進攻 後方槍兵直接騷擾 但VIPER也可以直接用村民去打這些肉馬 或是槍兵也都可以 但直接收村是更不需要消耗手術的方法 西班牙這邊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還有三級步兵鎧甲 這一波肉馬開始騷擾 伯恩帝人自己家裡也被弄到了一點東西 但是VIPER的高低優勢還是存在的 這邊只要VIPER繼續守住 要拿下這場比賽應該問題不大 要堅守崗位就可以了 現在伯恩帝人的黃金開始越來越少 但左邊呢 讓他有一個偷挖黃金的機會 就可以繼續續命一波了 兩邊開始往前推進 火砲砸一下 打到了一些火箱兵 火箱想要直接硬點火砲 火砲被點掉了兩台 第三台也被點掉 塔塔這一波的火箱 用訓言不及而累的速度 直接點掉了三台火砲 速度非常快速 好 23隻火箱兵擊殺速已經來到快要60隻 火箱的效率還是不錯的 一直持續拉打 火箱兵擊殺速 VIPER這邊要不要轉遊俠呢 可是對方槍兵這麼多 讓VIPER轉遊俠的意願 有點降低了 好 正面直接抓到 挖金晃村民 這邊挖金晃村民損失慘重 火箱兵地人這邊又再次斷金了 我們來看一下 火箱兵這邊是有三聖物的 所以生產黃金的效率 其實是比VIPER這邊還要再快一點點 但是VIPER這邊有遠遠不解的黃金礦 這時候轉出了大衝車升級 衝車也要升上去了 目前VIPER有83片田 但是卻肉還一直完全不夠用 這是一個蠻奇妙的現象 就會知道VIPER他們打了多麼的 極限 瘋狂用肉碼到處騷擾 到處都有VIPER的肉碼 在到處跑來跑去騷擾當中 正面的公司也沒有減緩 轉出了大衝車 大衝車出來之後 塔塔就很難打了 冤火槍會被大衝車給吸引 槍兵跟肉碼也要去追大衝車 不然很有可能會直接被都跟掉 但是VIPER這邊衝車出來之後 並不是往前衝 就是往後走 這個是不是 搞錯了 什麼 好 下方弱馬問題 拉了一堆槍兵防守 應該要守住了 後方農田看起來越守越穩 也有很多槍兵在農田裡面巡邏當中 VIPER開始往前開始開插火炮塔 火炮塔被建立起來 後方有這個巨頭開插當中 但是衝車吸引對方的傷害效果實在是太好 好 但是對方有高低優勢 打掉了衝車之後 後方的火槍也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好 火炮塔開始進攻 下方浪洞車在偷撞 撞掉了一些軍營 但是下面有槍兵防守 衝車可能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事情 哇 果然被解掉了 這邊這個沉重器也拿不下來 但是火箱繼續往前突進 火炮電源的黃金只剩下一點點 完全歸零了 零人蛙金 但是聖物還在產生黃金當中 還有自己的農田 火炮電影葡萄園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這個黃金跳的速度看起來是很快的 畢竟我87片田 好 這時候塔塔終於搭出了聚聚 雖然Viper之後沒有升級遊俠 但轉出了劍兵勇士 但感覺劍兵勇士 並不是這我的亮眼 因為畢竟伯恩帝人後面有聖物 又有這個 伯恩帝葡萄園 黃金是永遠不絕的 火槍喔 硬擠一下 還是可以擠得出來的 所以沒有辦法 用這個長劍兵 用這個雙手劍兵 全部砍掉對方垃圾兵走 西班牙人如果 早點轉出遊俠的話 或許 會更快結束也說不定 畢竟遊俠是非常強大的單位 但Viper這一場的一個問題點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他的村民可能太多了 村民越來越多 明明已經快要160村 還在按村民 讓他進攻的威力 下降很多 你看這前面就已經快要30隻的西班牙人征服者 再加上這個160人口 你只剩下10這個人口 可以產出落馬 或是遊俠或是其他單位 這就會有點奇怪 那為什麼Viper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他的資源一直很緊繃 基本上是沒有庫存情況下 他可能認為自己的資源可能要再多一點 那待會村民變少之後 才可以再轉出大量部隊 進行反攻異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伯恩地人這邊拿下食物跟木材的勝利 那黃金的部分甚至快要輸到1萬塊了 石頭部分是差不多的部分 那軍事的部分呢 是西班牙人這邊是拿到1.530KD 火槍兵擊殺的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那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伯恩地人都出這些垃圾兵 戰毛兵跟槍兵的部分 所以傷害性質其實沒有很高 那肉馬的部分 Viper的肉馬也是擊殺到非常多村民 即使被槍兵擊殺 在死之前也可以殺到1-2村左右 所以總體而已 目前看起來西班牙 Viper這邊打法還是更優秀一點點 當然有空下中間這個黃金也是相當關鍵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謝謝幾分鐘 我們會按讚 謝謝 0